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 课程进入 信的部分 第十规信的部分 上一次我们 谈到 这一段经文 见未真 勿清言 知未地 勿清传 是非疑 勿清诺 苟清诺 净退错 在 李老常理举药有提到 口为祸福之门 话要经一番考虑 再说 古人也说 三思而后行 所以这个过根福在我们言语当中 就会遭感而来 就会遭感而来 所以会讲话 敢来福报 不懂得 不懂得讲话呢 可能会赶来灾难 所以古人强调啊 谨言 慎言慎行 要很谨慎 所以言语的影响很大 那 见未真 勿清言 知未地 勿清传 所以我们呢 所以我们不要靠言语啊 来得到别人的重视 这个动机呀 不是很好 希望得到别人肯定重视啊 有时候话就讲得满了 讲得过了 或者还没确定的事啊 就先讲出去了 我们也是在一切静缘当中啊 能观到自己的言行偏颇处 然后能够 知这个 过 然后 经一世长一致了 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心念 跟言行了 或者是想以 花言巧语啊 来 煽动别人 就有可能犯这样的 讲到这里 自己都可以感受到 以前 尤其在 在 初中高中期间呢 讲话 其实都是有这个 自我膨胀 想要赢得别人的眼光啊 肯定啊 或者言语也要炫耀自己的才华 这些心态啊 这些心态啊都不妥当啊 这都是啊 我们佛家讲的 这个我识太重了 好这个名啊 都没有考虑到可能这个言语 会造成 啊 别人的伤害 看清楚了 不能乱讲 或者是 道理没有搞清楚乱讲了 误导别人了 好 好 那一般人所见所闻啊 难免有所偏思 不容易顾及到 整体 首先言语假如 没有工心来讲啊 都有可能会偏 也没有深入事情的核心 有时候我们对事不够深入 不能乱议论 所以古人有说啊 你要给人家建言了 建言者 当 设身利害之中 你要设身处地人家的利害啊 人家的 客观 情况 难处在哪 这不是说你建言了 人家才不会感觉 好像站着说话 不腰疼 给人家这个感觉的时候啊 人家很难接受的 好 古人对 这个处事的心境啊 真的是观察得很深入 甚至于是他们就是这样在 下心地功夫的 这段格言前面是 在世者 我们是主这个事的人 当自身厉害之外 你看你主这个事跟你是给别人建言了 这个立场不同 好 我们是在主这个事的 我们要 放得下得失心啊 才能把这个事处理得更好了 但是我们给人家建言了 就要设身处理得更好 就要设身处理进去 这样的言语 才能让人家感觉 你很理解我的情况啊 好 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好 而且我们给人建言了 好 不是乱批评 而且呢 都有一种厚道 在其中 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好 所以 我们不能 顾及整体或者还没深入 事情的核心啊 不宜清算发表 看法 好 好 所以 我们在发言以前呢 都要客观了解 自己 的状况 好 不然呢 一讲话可能就 讲错话了 对 好 或者呢 道听徒说啊 就传扬出去了 对 对 好 这是知谓地啊 勿清传 了解这些意理不够透彻了 对啊 轻易去传 那这个道听徒说啊这个是从论语当中啊出来的一个成语 好 这个讲要呢 这个讲要呢 743页 都是很广大 都是很广大 都是很广大圆满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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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考虑啊 都很深 很远了 好 哦 哦 哦 所以 啊 像我们佛门常讲 哦 不先学小城 很难处理好啊 很难处理好啊 那就有罪业了 不是功德了 哦 所以李老曾经啊 讲到过 学佛啊 就是学人情事理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啊 为伤天害理啊 哦 这个话算讲得很重了 哦 不懂人情事理呢 哪怕是学佛的 去做事情可能会坏的事情了 就像我们现在在谈言语啊 好 比方论语里面讲了 可语言 而不语之言 诗人 你可以 告诉他 可以互念他 你没讲 对不起他了 他也没有道义了 不可语言 而语之言 诗言 还没有道可以跟他讲的 神机点 或者他对我们的信任还不够 你讲了 未信 他还没信任我们 我们就劝他了 则以为棒极 他觉得你毁谤他了 你的好心还造成 他觉得你毁谤他了 你看他不顺眼了 那时候不是 这讲话就操着过气了 没有洞察 因缘 洞察 人心了 所以这都是人情事理的 所以君子 不识人 一不识言 中人以上可以遇上也 中人以下 不可遇上也 都要看 对方的程度 要硬他的肌 这些里面的意义 我们都要体会 包含 知谓地物卿传 你事情不能乱传 意义不能乱传 甚至要能判断 有些事不能传 这个言语 都要敏锐 敏锐什么 敏锐这个言语出去 会造成什么影响 那天听一个同修说 好媳妇 两边满 坏媳妇 两边传 这个话很有人生哲理 好的媳妇 哪两边满 婆婆跟太太这两边 这个婆婆批评太太的 不能讲 太太批评婆婆的 批评妈妈的 不能讲 所以这个 婆媳关系处不好 谁的责任 有可能是儿子的责任 有可能是儿子的责任 比方说这个 这个婆婆 讲了几句媳妇的 不好 这个儿子说 妈 你误会人家了 你妈妈一听怎么样 你看娶了老婆 心都在老婆那里了 讲话出言要顺人心 是吧 哪些可以传 哪些不能传 要怎么应对 这个心都要敏锐 是吧 你妈妈才讲他两句 你的妈 你误会人家的 你妈妈把上 你是我生的 什么一开口都是为他 这个儿子说 好 我去骂他 你妈妈一看 你心在他那里了 是吧 而且人家老人家 也是有人生悦逆的 他也不想 家里面有什么冲突 你一说 好 我去骂他 这个妈妈 觉得你的心还是 还是跟他在一起的 他说 我只是让你知道而已 哪有叫你去骂人 是吧 知道就好了 所以在应对当中 体恤对方的心 怎么把事可以化开来 然后 多讲 就是不好的要瞒 好的就可以传了 是吧 跟妈妈说 哎呀 媳妇说你哪里对他好 哪里都体恤他 这个就可以传 不能听了什么就讲什么 这个都要看情况的 不能说我这个人就是很直啊 说实在呢 讲这种话 已经透出了 都是以自我 在考虑事情啊 都要别人顺着他 哎 我这个人很直啊 你们要接受啊 学佛的人啊 要在一切境界当中啊 放下这个我执 这个叫慧用功 那天 刚好有一个同人 我在跟他谈话 他做的比较远了 他声音又比较小 我就请他过来一下 你在讲话的时候啊 你能不能考虑到 对方能不能听到 人有把心放在对方啊 你一定考虑得到 你为什么考虑不到 你整个心思 只专注在 自己要表达什么 你就可能考虑不到对方 对不对 你一个 在讲话 你的音声 是从你自己去考量 还是 去从别人考量 讲一句话 当下这个音源就是道场 会修道的人 就是在每一个境缘 放下自我 所以古人说 念念为他人所想 是世间第一等的学问 所以我们看 这个道听而屠说 得之气也 那讲要 因为我们 学论语啊 要有诗诚啊 这个老人家一生的智慧 跟人生阅历 来宣讲 论语 我们跟着他老人家 深入论语啊 这个得大受用 道徒二字啊 道是 大道 如至于道的道 如至于道的道 徒呢 就是路徒 所以这个是 至于道的道 就像 大学之道 我们佛门的菩萨道 所以这个道 这个大道听到了 就在路上传说啊 此为有得者啊 所不取 有得者不认可 这样的行为 孔子教育啊 重要的是道 至于道 以这个为目标了 但是道啊 须在文后 认真的学习 如果只是呢 耳闻 耳朵听了 口就马上说了 这样并是 无道可言了 又以教人而论 我们从事教育啊 这样来 探讨 讨论的话 必须是 温固 而知心 这个才能做 人师啊 如果文道之后 不加温习啊 就说给他人了 那不是教人了 那是害人了 那是害人了 我们以寻子劝学的两段话来体会一下 寻子讲到啊 君子之学啊 君子求学啊 入乎耳 听到了 入乎心 在耳朵进去之后啊 这个道理呢 入了心 不乎肆体 这个道理 延伸到他的肆体就是肆肢了 他说读书贵在变化气质啊 他会表现在行动上 表现在他的这种表情动作上 这不乎肆体 行乎动静了 他会做出来 所以这个是君子之学 他不会一听就说了 小人之学是什么 入乎耳 出乎口 口耳之间四寸 口跟耳才差四寸 合逐一美七尺之躯 一听就出去了 都没有入心 去体悟 然后去立行 马上就是嘴巴讲了 所以我们冷静去观察自己 观察他的 假如听这些 做人之道啊 听了就只会拿去讲 自己没有好好纳授去做啊 那都变成 只会教书的 教书匠而已了 甚至于他形成习惯之后啊 他听任何的道理啊 都为了什么 为了能给他讲 那他的言语跟他的这个德行啊 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了 那孔子给我们的表演 孔子是闻善 孔子闻到很好的教诲了 善言了 必恭亲行之 亲自啊 去把这个好的教诲 作造 然后导之 然后他去引导 他的学生 等于是他自己去做了 他有 亲身的体悟了 然后再去引导 孩子 我有接触到一些家长 有时候在跟他讨论孩子的思想 这个家长说了 我都跟他讲了很多次了 他就是不听 那有可能我们把教育啊 觉得 我有给他讲了 会着重在言语上面的言教而已了 忽略了身教的部分了 那 这一段 论语的教诲 我们可以关照 自己在听一些好的道理的时候 我们首先一个很强的动力 是要把听的这一段好好去落实 还是听了说 这个道理开解的好啊 我以前没听过 我待会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我现学现卖 这样会不会形成一个习惯 慢慢的 听道理就不习惯 先去落实了 按照这个古人的心境来讲 古者言之不出 此功之不代 古代的人 他讲话不敢讲太快 为什么怕自己做不到啊 同样的我们在给学生讲道理 有一种敏论 我讲这个道理了 我自己能不能带头做啊 还是我看我先做了 再来说吧 这个在论语里面有彰显这个态度 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 这一段是孔子对他口才很好的 学生 这一段是孔子供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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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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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言语的习惯 这个我们得多关照我们自己的状态 好 好 那孔子的学生呢 子章 是财高志广 有一次他请教孔子 这个子章学干路 子章想学怎么做一个很好的公务员 干是求 路就是现在的薪水了 叫公家的工作 那孔子教他呢 多闻缺疑 甚言其语 则寡游 多见缺带 甚行其语则寡悔 言寡游行寡悔 路在其中 其实就是你言行都要谨慎了 那这样你的工作就能稳定了 不会乌刹冒掉了 那个多闻就是有听闻 缺疑就是你还有疑问的 保留这个还有怀疑的部分 然后谨慎的去 你有把握的部分谨慎去讲 当然也不要讲满 这样就避免了言语的过失了 寡游 游就是过失了 多见你有见闻了 你所看到的 缺带 这个带就是不安 就是还不是很有把握的 这个慎行其语 所以这些还是比较没有把握的 我们就不去做 有把握的 我们好好去做 那就避免了 后悔了 又言语没有过失 行为又不会造成后悔的 那这样做事 人家就会觉得很靠谱 工作就会稳定了 所以谨慎为保家之本 所以在《孝经》里面也提到 清大夫章 里面孔子讲 他怎么静孝 非先王之法福不敢服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 事故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 口无则言 身无则行 言满天下无口过 你怎么讲话 不会有故事 行满天下无怨恶 你的行为都不会造成错误 引来人家的埋怨 但是问题是 他是一言一行 他都是依照古先王这些教诲 来做 他做习惯 所以他怎么讲 不会偏调 所以这种谨言慎行 养成习惯之后 不容易出差错了 所以我们假如觉得好像言语行为还是有一些差错 那我们就要养成一个习惯了 言行要思维 依照经典 对照经典 来讲话 做事 甚至于是 你有很崇敬的这些 圣贤人 榜样 可以考虑 这个佛陀孔子 会怎么讲 会怎么做 因为老上说 学乳就学孔子 学佛就学释迦牟尼佛了 真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就能避免 过错 愿有了 那孔子的学生当中 有一个弟子叫南荣 那论语里面有讲 南荣三富白龟样 因为南荣看到了一段教诲 经典上写到了 这个白龟之殿 尚可磨也 洁白的这个龟域 上面有污点 你可以磨 磨掉就好了 但是诗言之殿 你言语出去了 你说不回来了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了 不可违言 所以言语出去错了 你没办法改变了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讲错一句话 结果对方 几十年都把你这句话记住 你在那给他道歉了 好多次了 他还是不肯原谅 好 所以南荣这个言语的态度 值得我们效法 我们下一段就是见仁善 及时起 这个论语里面这些圣责人 我们都好好来效法他们 因为他言行那么谨慎 所以孔子 刚刚那一段是南荣三富白贵 他读到这一句 教诲他反复一直读 代表他很重视这一段话 代表这一段话跟他的心很相应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重要的主师教会 很容易把一些句子就划过去了 因为心不够相应了 不重视他 主师的话都是修行的关键 不能随便划过去 包含老上的教会 也不能随便划过去 真的 这种大修行人 他的言语都是从真心里流出来的 自知足迹 大家可以做个实验 我自己做过实验 比方说听老上一片光碟不到两个小时 菩提心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听几十遍 会觉得这一段很重要 再听上百遍 觉得这一句很重要 继续听下去 这一个字很关键 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 已经造成我们比较容易浮躁 不容易安定 感觉听过的一个半小时 你在听第二次的时候 感觉好像很多都没听过一样 所以张家大师 见老和尚的时候 那多少年前 这个七十多年前 超过七十年了 他问 老和尚问张家大师 我知道佛法好 要怎么才能很快弃路 这个问题一问 张家大师停了半个小时 还说有 当然现在这个方式 用出来的 保证人都跑掉了 这是遇到老上这样的学生 那么孝轻之之的 就才能用这个方法 但是这个原理原则 我们要互念自己的时候 得要体会到了 要整个心静下来 讲着东西才能入心 不然都是滑过去的 所以我们要听老上讲经的时候 这个心整个要安定下来 不能复照啊 不然一听都是胡伦吞藻了 好 所以这个南龙 重复在送这个教会 然后去体会他 结果孔子观察到了 以其胸之子 弃之 把自己 哥哥的女儿 嫁给了南龙 当然孔子也在给我们表演 怎么当叔叔 为自己最轻的这个晚辈 找对象很谨慎的 这是很负责任的长辈 好 所以孔子赞叹南龙是帮有道不废 帮无道免于行路 这个国家政治清明啊 不废就是他绝对会被重用 不会被废弃在一旁 他能力很好 国家又清明 一定会用人才 但是帮无道 整个国家无道的时候 因为他言行很谨慎 不会招赶来 无妄之灾 就免于行路了 好 不会引来这些灾祸杀戮 好 好 那我们看下一句呢 是非疑啊 勿轻若 苟轻若 净退错 好 在老和尚的身教当中有提到 好 在 老和尚的身教当中有提到 八零年代 八零年代 某日 师父老人家从外地参加佛学研讨会 结束回来 回来后淡淡的说 为了众生 好啊 以后不会再去参加了 师父说原因是会长有请很多的宾客 这一节请这一个老师教是这么讲 下一节课又请那一个老师教是那么讲 说的大有不同啊 只会让众生更加迷惑困扰 所以为了众生好啊 以后不会再去参加 那我们首先学到老和尚在考虑事情啊 一定要为众生好 不是自己想不想去这样考虑而已 一定要把众生摆在前面 我们也曾经看过传统文化的课程 上面几个教授坐在那 四五个教授啊 讲讲讲讲到一半 吵起来了 论点不同 吵起来了 你说底下的人 那不脑子都有点脚乱掉了 好 好 所以这个当影响重了 我们也得慎重 这个姻缘是确实能立重的 再去 不能轻易答应了 好 那当然我们首先呢 平时要养成是非好坏判断的这个能力 对于不合法损害别人的事 绝不答应 这个给小朋友讲了是蛮重要的 不然这种哥们义气 一起来了就不妥当了 当然我们修行人 遇到事也不能感情用事 还得真的用经教来判断 不能人家人情公事 你就心软了 冷静想想 不合法的事情 你看起来帮他 事实上害了他 是吧 你折他的福报了 所以人家从你这里走后门 不能让人家走 对他没有好处 这个过失我犯了很多 现在直到夜报现前 你做错一件事都有业力的 所以现在警惕了 不然团体的规矩 都从我这里破掉了 这个罪业很重 尤其团体的人在执行规范 最后都是你给人家开后门 而且这个一开 没有公信力 在人一开 有时候他的工作量会非常大 都不是我们上位子的人 能考虑到的 不就增加一个名额吗 不就多一个人吃饭 准备一张床就好了吗 那可能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的 人家可能所有的名单都要重新排了 好 所以这个都要 守住原则 也应衡量自己的时间 能力 实在做不到 虽然是好事 只好随喜赞叹 蜿蜒蜒蜒 这一点 陈德 觉得要好好 跟刘素云老师学习 人家刘老师 办六合小院 一定定下来 好像是六年了 他特别强调 不能跟了别人的田 慌了自己的地 因为每个人的时间 精力是有限的 其实真的静下心来讲 人这一生能把一件事情 把它厕死厕终 把它做好 做圆满 我就很有意义了 不能做了好几样 每一样都做不成了 这可能后面流弊都会出来 人家说 我这个 陈德法是搞宣传的 宣传部长 这边讲个园 那边起个园 最后没一个层了 那些信心都没有了 不能做宣传部长 要做实践部长 当然刘老师的成就高 一定有他成就高的原因 首先他很孝顺 他们成立六合小院 为了宽慰老和尚的心 因为老和尚曾经说 没有见过和和僧传 这很有志气 不能说老和尚没看过 对啊 没看过 所以做不到 他也没有志气 从孝清尊士的心出发 只要不对啊 人有志心求道 精进不辞 会当刻骨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行人 所以刘老师说 他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弘扬无量说经 老和尚最重视这一部经 他就专注弘扬 每一天写稿八个小时 哇 六年来 哇 你看这个 志心一触啊 无事不办 所以很多同修 听刘老师讲 无量说经 非常受用啊 讲到他们心凯理据来 这在做的三件事 第一件 讲无量说经 第二 把老儿上 很清楚的介绍给众生 因为啊 法华经说的 善知识者是大因缘 所谓化导 令得见佛 对于众生修行的因缘来讲 最关键的是 明师 是善知识 大因缘就是 因缘当中最重大的 因为只有善知识才能帮他 帮众生呢 引导他 能够慢慢的恢复本性啊 见佛就是恢复本性了 要有善知识的教化引导 佛法也说啊 佛法 这个华严经说的 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啊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把六合小院经营好 做出榜样来了 所有全球的大众都有信心了 大家也愿意发心来做了 那这样 正法就能够复兴了 众生就能得利益了 老儿上的一代实教啊 也可以弘扬开来 所以这个刘老师很有原则 在专注做三件事啊 他能做出成绩来 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 应援 请他去做院长 做校长 我想 天天多得不得了了 甚至他能立得住这些原则啊 所以能舍非无情啊 能取舍啊 不是没有情啊 可能是真正的 有情意啊 但是又理智的 往往心太软的人呢 做不成事情 这边也答应了 那边也不拒绝 到最后他就阵亡了 累死了 好 累死了 会有流弊问题 这一点大家要考虑清楚 不论现行而论流弊 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而论天下 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 有一次遇到一个同修 他就跟我说 当时候我还没出家 说蔡老师啊 怎么跟你学的人都这么瘦啊 这个流弊就已经呈现出来了 包含也曾经有人说 你团体的人都不结婚啊 你看我们听这个话 有没有听出众生的担忧 你看很多当爸爸妈妈的一看 团队里面都不结婚的 他不敢让孩子过来 所以最近就要推出啊 团体里有几对夫妻啊 而且他们要相处和乐啊 不会让众生产生担忧啊 好 所以要理智啊 不能感情用事 那 陈德也观察到啊 有 有同修呢 很致力于啊 公益的事业 很热心 帮这个道场 帮那个道场 但是啊 照顾孩子的时间不足 那孩子啊 都缺爱 都没笑容 我遇过啊 隔代教养的人 他流着泪给我说啊 他说 我一 一谈 一听到笑召啊 我都是想到我奶奶 我爷爷 因为是他们把我 这个养大的啊 让我 用这样的心去对待我的父母啊 很辛苦啊 很辛苦啊 道法自然的 一个人来到世间呢 他不是平白乌乌就在那个家出生的 那可是他选择的 他选择父母啊 那个缘对他来讲是最深的 但假如父母没有 这个 用心去 照顾这个孩子 那你这么轻的关系 你又没有很好去照顾 对他来讲 他就会形成心理的 不理解 慢慢就变成一种心结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看过 比方说在乡下 那个当父母的人呢 久久才一次来看孩子 看了孩子要离开 小朋友三四岁放声大哭 爸别走啊 妈妈不要走啊 有时候哭得私心裂肺的 你说这个孩子哭完就没事了 他真的不计事了 我们大人不能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孩子 他应该能理解啊 我要多赚一点钱了 你说这样的孩子 几岁的孩子能理解啊 而且啊 我们都是学传统梦话的 假如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都在外面忙 没有照顾好家庭孩子 你说孩子从小 虽然在那里背经典了 他能理解父母的行为吗 甚至造成他的心结 父母讲传统话讲那么好 到外面都这么风光 但是对我们的关怀都很不回忆 你说他会爱要传统梦话吗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 不是想象出来了 都是我真实遇到的情况 前世不忘啊 后世之思啊 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的 这些对我们都很重要 我们只要不寻着 大学的生修 而后家旗 家旗而后国制 国制而后天下品 这个次地去走啊 一定会有流弊出现 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子女 甚至于是大众看的不认可 所以不是顺着自己的好物去做事啊 还是要顺着经典的教诲 持续去做 好 好 那 这个 因为 办不到的事啊 如果轻易嘎硬 会造成双方的困扰 弄得自己净退两难 可以跟孩子举例 譬如我们呢 要参加一个活动 答应主办的同学啊 要准备某一样东西 可是这时在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 四到零头啊 才告诉同学无法办到 好 那就耽误了活动的进行啊 好 那对方对我们以后说的话 还会有信心吗 这样的事情啊 很可能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啊 出现了 好 好 我们这个及时 抓住这个点呢 提想孩子 好 不能一高兴了 打肿脸充胖子 好 或者我们答应别人 真的察觉到呢 可能办不了了 一定要赶紧 跟对方啊 沟通 决定不能是拖拖 拖到最后两三天呢 才给人家说做不了啊 哇 那 人家一定很难接受了 有可能你一个 苟青若呢 把几年的交情啊 可能就搞砸掉了 好 好 那下面经文呢 凡造智 重且疏 故极极 故模糊 好 这个言语啊 是要表达内心的意思 好 那说的太快 好 别人听不清楚 好 但是啊 模糊不清 也容易让人家会错意 所以说话时呢 咬字断句啊 必得清清楚楚 不挤不躁 流利 自然 啊 这也是啊尊重别人的一种礼貌 啊 就像刚刚 跟大家提到的 啊 我们跟人 互动的时候 不能是 就是 我想讲什么 没考虑到对方 听不听得清楚 不能只是考虑自己的习惯啊 没有考虑到对方的 感受 所以我们 在一切时一切处啊 都要能为 念念为他人 着想 其实言语要改变呢 不容易啊 好 比方说说话很快 不少人提醒他 他也不一定改哦 或者 这个 要文绝字 要清楚 那 那 为什么 没改呢 习惯了 几十年下来啊 真的要改 等下下蛮大的功夫啊 才能改 所以 所以人要改过啊 还是真正有利人的心 啊 才比较容易啊 能改过来 尤其是自己 的习惯 造成别人的 不舒服了 或者造成别人的 啊 啊 这个 比方说听不清楚 误会了 啊 或者把事情给耽误了 啊 然后我们自己觉得 哎呀 很惭愧 很 不好意思 然后 下决心啊 把它改正过来 好 那 古人也说啊 大凡富贵长者啊 说话必定是 稳重 而且持守不便 哎 连讲话呢 就能看出来这个人 是不是富贵之人 好 所以弟子规说 凡道智 好 这个重 重是稳重啊 舒 舒缓 舒畅 好 比方说讲话很快啊 那是他心理疾啊 那是他心理疾啊 人一疾啊 心脏会不会跳得比较快 会喔 有一个说法说呢 心脏跳太快了 寿命就会比较短 大家注意喔 大家注意喔 你看我们东方养生呢 的运动都是做什么运动 哇 你看太极拳 很缓慢了 就这样锻炼了 现在西方的运动 比较是很激烈的 心脏都 跳得很快 好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运动员的寿命啊 越激烈的 寿命越短 所以一个人运动平缓 言语平缓呢 这个都是长寿之相 所以修行人呢 都在自己的一言一行当中啊 观照自己的心 不能挤 不能浮躁 都在一切境界修定 啊 圣教就是戒定会三学 啊 我们 看到地主规 这么交来 啊 啊 我们照着做啊 凡道自重解书 啊 物极极啊 不着急 物模糊 这叫慈戒 啊 啊 啊 养成习惯了 你在讲话的时候啊 就是很定了 哎 不照这样子做 那就没有戒了 就不可能有定了 啊 那有可能 这个讲话快啊 这些习气就 一直跟着自己啊 一直跟着自己啊 而且学如逆水行舟啊 不静则退了 可能那个习惯就会越来越严重了 好 哦 那比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啊 啊 莫显管 这是告诉我们的 不要好奇臭热闹 哎 这个好奇心啊 会惹来是非 好奇心啊 会造成我们 常常看书机啊 啊 啊 一个接着一个视频 哦 所以这个好奇心呢 对道业影响很大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好奇的心一起来 心定不定啊 不定 都被境界拉着走了 所以心要定下来呢 要调覆得了 这个好奇心 好 好 所以一般的人呢 对别人的是非长短啊 都很感兴趣 经常随便呢 播送临时听来的马路消息 啊 用现在的话叫说八卦 不但呢 老乱了别人呢 也损害了自己的德行啊 那个 老上讲经的时候说啊 他跟随张家大师三年呢 没有见过大师呢 批评过任何一个人 哇这都是我们的榜样啊 啊 啊论语当中 孔子也适时的提醒子贡 子贡聪明啊 口才又好啊 啊 子贡方人啊 子贡在批评人啊 啊 孔子说 自也贤夫哉 啊 福我哲不暇 啊 啊 顿目次啊 你很贤德了嘛 啊 讲的是我啊 我用功的时间都不够了 怎么还有时间去讲别人呢 啊 这是孔子吧 他修道的状态啊 他修道的状态啊 和盘托出来了 告诉学生啊 啊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讲 讲喝咖啡聊是非啊 这个都不在道中了 不是真正用功在对峙自己的习气了 所以 言语啊 真的 要少啊 啊 不然心都 定不下来 啊 而且啊 又 照口业的话呢 这些业力都会 回到自己的身上来的 啊 所以夏连居导居士有说啊 三年不说话 啊 保证开悟啊 我们去感受感受啊 自己言语真的少了 有没有感觉心比较安定 比较静的下来 忍不住要多讲两句了 这个心就 起起伏伏 人要自己看到了 他才肯去转变啊 师父领进门呢 修行靠我们自己个人 不能察觉这个言语对亲近心的影响 很难下功夫去对峙 要赶快对峙啊 为什么 时间过得太快了 一年一年了 天真岁月 人真寿啊 好 好 那 这个言兽药言呢 当中有一段警言的教诲 这是一位大儒高宗宪 他说的 他言语之间 最可以积德 所以会讲话积功雷德 不会讲话的造作罪孽 如见人为善 以一言赞成 随喜人家 赞叹人家 见人为恶 以一言见识 就劝导他 让他不要去做 人有征颂 人与人之间 吵起来了 冲突了 以一言劝解 不要让他冲突 升高了 能够合适到 把这个冲突 制止了 人有冤意 这个人被诬告了 被人家误会了 以一言辩明 你站出来讲公道话 还他清白 以致 以致 务 劫人 因诗 不要去讲人家的影诗 务谈人 规格 人家家里面那些诗诗 规访的事 不要乱去谈 所以其公 聚无量 因为人一天讲那么多句话 假如 讲话的出发心 都是 利益人的 那真的 一天 口哲就记得不少了 凡人 上身 王家 凡人 家里 破灭了 自己没命了 言语占了八分 往往都是因为言语 招感来这些灾祸的 所以 这个 笔说长 词说短 不关己 莫贤管 我们看呢 下一句 经文 贤人善 贤人善 即失其 众去远 以贤机 贤人恶 即内行 有则改 无家景 念这一段 那我们想起来 华音经 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 那善财同子是表当身成就的修行人 那我们这一生求生极乐世界 我们也是当身成就了 往生就原正三不退了 就做阿为悦志菩萨了 所以这个利益太大了 老婆上说这是中了佛门的特奖 大家好像脸上没有中特奖的表情了 你越觉得幸运就越珍惜了 如是妙法性听闻 阴藏念佛和深喜 你假如清楚遇到念佛法门的殊胜了 你就会觉得这一生够了 赚翻了 没什么好计较的 这个心境一提起来 日子就很好过了 看谁谁都顺眼了 那这个当身就成就了 那我们现在 有没有像当身成就的样子 就有没有像善才童子的样子 那像老上就有讲到 他自己 学佛呢 前面十年了 没有离开明文立阳 有好胜心 有嫉妒的习气 老上是说 学佛一般前十年 没有离开明文立阳 有好胜心 有嫉妒的习气 我还比较好 没有嫉妒的行为表现 但是心里还有 还有这个习气 会有这个念头起来 时间很短 很快就消失掉了 所以修行 那个放下都是要下功夫的 这个嫉妒心也是与生俱来的 在哪里看出来呢 比方说 这个小朋友 家里兄弟姐妹几个 最小的兄弟姐妹出生了 父母的眼光都移到他身上了 这个哥哥姐姐一有机会捏他一下 解一解心里的这个不欢喜 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行迹 都要对峙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落实历史辉 看得很容易 我觉得我现在觉得越学越不容易 因为要做到一条 一定要放下一个习气 不然只是很俗而已 不一定能做得出来了 见仁善 很容易嫉妒心就上来 那个贱人恶啊 急批评 批评别人的习气不调补下来 那要内心吗 不容易的 那这几十年之后到现在 习气没有了 看到别人的好事 真生欢喜心 不容易啊 嫉妒障碍啊 几乎是每个人都有 严重的业障 我这桩事情啊 是在南京念书的时候啊 我一生感谢我这个同学念念不忘 但这个同学啊 没有人知道 打听不到了 他叫白振环 年龄比老儿上大一两岁 因为老儿上当时我批评他 他不只没有生气啊 他还赞叹老儿上 所以老儿上觉得这个东西是他的榜样啊 见仁善及时起啊 好 所以这个老儿上也是看到这些榜样 起而效法 那这个历史当中 印光祖师最赞叹的孔子范仲淹 范仲淹后世的评价很高啊 评价他是这个一代完人呢 就品德非常高尚啊 所以历史当中呢 他去世之后追逝为文正宫的 非常非常少 比方范仲淹是文正的 还有这个王诞 也是文正 有几位都是德行非常好 那范工呢 道义人生 把整个家族照顾好 有一篇文章 专门记录他的风范啊 叫《易田记》 那他自己观做的这么大 他觉得是祖宗之德啊 在他的这个因缘当中啊 福报现前了 所以他跟孩子讲啊 这是祖宗之德啊 我应该啊 更好的去帮祖宗啊 照顾好所有族人 这个心境很难得啊 你看东方的这个教育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所以人发达了 他会感谢祖先啊 他就不会啊 一有福报 一有成就了 就志士甚高了 现在的风气呢 不重视这个 饮水思源了 感恩祖宗了 现在有一点成就 我有本事啊 我很厉害啊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发达起来 念头都是我很厉害了 你说他这个成功能维持多久啊 所以这个整个文明对我们 心性的引导 启发 形成我们的价值观呢 但现在的风气也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怎么互念自己 互念下一代 互念学生呢 这个我们自己价值观要很清楚啊 包含范中焉先生 他是官员也是公务员啊 他每一天睡觉以前呢 他要反思了 他要反思了 我今天对不对得起啊 国家的俸禄了 假如觉得对不起啊 觉得很难入眠了 隔天啊 隔天啊很早啊 就去办公务了 所以良心啊 要对得起 所以人呢 其实 只要做的事啊 会让自己良心不安呢 会让自己良心不安呢 就会形成业障 一切法从心想生呢 因为跟性德不相应的时候啊 自己的良知会 会有感知的啊 所以这个 时时啊 就是要对得起啊 因为这个业障 慢慢慢慢就消除掉了 那 我们现在很多事业 尤其在传统化 在佛门啊 那也都是大众的信任支持啊 我们也得对得起大众的信任跟支持啊 那 尽心尽力 做好我们的工作 那 这个范仲淹 这个都是 想到 众生呢 没想自己 所以他家里有一块地啊 这个看风水的人说 哇 这个 这个家呢 建在这一块地上啊 后世子孙呢 会出很多当官的 范仲淹就把这一块地啊 拿来盖学校了 大家去苏州的时候啊 应该 这一间 这 这一个地方啊 现在还是学校 啊 结果盖了学校了 哇 那这个学校就出很多人才了 没有这种私心说 我自己盖了以后 我自己盖了以后出很多人才 但是越不为自己想了 这个后福更大了 所以范家 代代都出人才 啊 啊 我曾经在朝元 遇到一个 副县长 啊 他就是范工的后代 啊 他说到啊 他们范家的人呢 找工作 都有讲究了 啊 啊 这个工作一定要是利益社会大众的 啊 这择业啊 他们主上都有 叫做 叫做 好 好 那 这个 学生呢 在 成长过程呢 啊 我们能给他树立很多古今中外的榜样 啊 让他能见贤施起啊 啊 这个孩子的 这个努力啊 就很有方向目标 好 他就不会啊 他浪费时间精力 好 所以励志啊 对教学来讲是很重要 好 我们在 这个见人善其事情的时候 也可以帮他们 树立这些榜样 好 今天 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 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不 谢谢 啊 谢谢 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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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